大家好我是小鹅 欢迎大家观看Qt入门视频教程第20节 这一节课呢我们继续来学习Qt定时器的使用 上一节课呢我们学了Qtimer 这个呢也是定时器实现的一种方式 这一节呢我们来学习另外一种方式来实现定时的功能 首先呢是打开Qt的帮助文档 我们来找一个接口 Qobject类它呢提供了一个函数 startimer 这里 这里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一个接口来启动一个定时器 它呢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呢实现间隔 第二个呢是timer的类型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它提供的一个小的例子 首先我们要使用startimer的话 肯定是要继承Qobject这个类 并且呢重新实现它的一个续函数timer event 这里呢这里就启动了三个定时器 然后在timer event里面打印了它的timer id 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个小的应用程序 还是运行起来看效果 这里呢三个按钮分别显示当件时间 最左边的按钮呢是一秒刷新一次 中间的按钮呢是两秒刷新一次它的时间 最右边呢是三秒刷新一次 也就是对应我这里的三个timer 这里呢我启动了三个定时器 然后在timer event里面做了判断 判断当前的timer id 如果是第一个定时器的话 那么呢我就刷新一次它的时间 第二个的话就刷新第二个按钮的时间 就这样呢来实现了这个小的应用程序 下面呢我们来自己动手写一下 新建应用程序我们就叫mytimer 已经有了就叫mytimertest 积累选择q widget 类名就叫mytimer 这里可以随便去再加一个vg 然后呢就是拖三个空间来显示时间 这里呢随便用什么空间都可以用label也行 用lcd number也行 这里我们就用按钮吧push button 然后把上面的文字给它删掉 因为我们要用它显示时间 这里呢我就没有写继承于q object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我们继承的机内是q widget 而q widget它呢是继承于q object的类 所以呢我们就不用再写继承于q object的这么一个类 这里呢来重新实现一个函数叫timer event 然后来看一下它的参数是q timer event 拷贝过来这里 然后添加它的实现添加定义 在构造函数里面呢我们启动三个定时器 分别是1秒2秒3秒 然后呢我们在timer event里面来实现我们的定时要做的事情 这里呢我们首先来判断是哪一个定时器 被执行了 时间到了 这里呢如果是1的话 我们呢就将第一个按钮 它的文本刷新一次 这里呢要获取时间 我们引入一个接口q time 然后获取当前时间 把它转换成文本 这里我就拷贝吧三个按钮 台码id 好这里是第二个按钮的文本 这里呢是第三个 这样的话代码的话就已经基本写完了 来勾建一下运行 现在呢大家就已经看见程序运行效果了 左边的定时器呢是一秒执行一次触发一次 中间呢是每两秒触发一次 最右边呢是每隔三秒触发一次 这呢就是我们这里的三个定时器 q timer呢start timer它有一个返回值 也就是返回我们的timer id 这里比如说我们可以打印一下qdbug 我们来看一下它返回的一个id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里我们拷贝 第一个呢按道理说应该是如果定时器创建成功的话 它呢就会返回一第二个定时器返回二第三个呢返回三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返回一二三 这里呢有错误加一个投文件qdbug 重新编译运行 来看一下这里呢打印了一二三 也就是呢这三个定时器它的timer id 到这里呢我们就已经写完了 来重新回顾一下 首先呢是我们用一个接口start timer来启动一个定时器 然后呢就是重新实现timer event这一个抽象的一个接口 在这里面呢我们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 总共呢就两点 关于定时器的话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